哈喽大家好我是追影 今天继续为了带来一个双阶龙格斗的实况 解说这次是由平台定级玩家阿明对战代号二十七 哎呀没选得了阿波波呀 相当强劲那个角色 但是二批的这个小龙貌似比较克制他 轻手下巴金腿一个上条 一个生龙啊打出七连 阿波波已经受了重伤 但是又中了一套 防不胜防啊 逆向压起身 下盘两点又一个 欧星杆 啊大招挡不住了 这个小龙有点太残暴了吧 下面来看阿明能不能觉醒一下 他的阿波波绝对不限于 技术绝对不限于此 下面来看下一局 哎后撤空中暗起 然后压住起身 对手想说哎重手直接掏到 对这个下重手是可以远距离掏一把 然后接抓的 挑随你像继续砍刀手 我们来看小龙这一次好像有点迷茫了 难道说膨胀了吗 后后过来骗得出招 前前过来寻找机会 阿波波用好的话 我感觉比这个小龙还要灵活呀 这种机动性很弱的角色 居然现在被这种高 被现在高手都用出用的像猴子一样灵活 欢身啊 下面来看下一局 第三局 终极之战 我们来看 双方会擦出什么火花 哎前前过来再来一个 我们来看前前重腿没有压住 哎下盘零点来一个 欧星杆 轻手轻手 下半两点没有接住 跳地风空跳地跳地压制 轻手再摸到板边 继续给他一个欧星杆 哎 波波我们来看能不能稳住 轻手轻腿 欧星杆再来一套 哇又中了 现在晕掉 晕掉其实大家会一定会问啊 一定会问晕了 为什么不用大招来震现在的话 这个网站上面这一招是禁止的 倒地云是不可以打的 站着云可以打 哎 跳C轻垂 连到一个欧星杆 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bug很多呀 所以说必须要禁止一些招数 才可以玩的玩的欢神 下面被阿波波又在的收了人头 继续来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代号20T 还会选择小龙进行压制吗 我感觉也只有小龙和玛丽能与这个阿波波一战了 其实选这个雷贝卡 雷贝卡也可以跟他一战 我就比较喜欢用雷贝卡打这个阿波波 前前过去 哎简直就是碾压呀 用雷贝卡打阿波波 现在升龙把它压回板边 我们来看跳C你下 哎 轻手打晕 我们来看轻手再见 下盘一点一个升龙 打出五连 我们来看2P现在又拿到了绝对的优势 看阿明 啊 反身又给他一个大招 让你防不胜防 阿明确实也没有防住 咱们来到了下一场 第二场 第二场看小龙 哎 下上 上跳一下 但是还是跳了跳C 下凡青嘴没有接住 这局小龙是更加残暴 但是他能 到底能拿下阿波波吗 看波波应该开始要发力了吧 小龙跳C 旋风腿 逆向锅顶 再来一个逆向 哎 看阿波波还是中了一个跳C 直接中了一个欧星嘎 前跑欧星嘎 跳C压制 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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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盘一点一个升龙 依然是连得很稳 这一次被代号27 拿下一分 哎 这一次应该是一个抢2 其实给大家 现在比分来到1比1 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一个终极之战 第三场 哎 阿明选得了这一个老黑啊 老黑爱迪 这一次有意思了 换掉了阿波波 毕竟这个小龙比较克制阿波波的嘛 看爱迪能不能给他一战 啊 上条 这是一个28 浅浅落地 一个6连 啊 不料 直接裸大了 这一个让人出其不意啊 因为对手想压起身来着 被这一个阿明 被阿明算准了 哎 跳死你向前前过去 一个旋风腿 继续跳黑 还剩一滴血 小龙还剩一滴血 一个青角 他就已经不行了 下面继续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代号27 怎么办 哎 开场 还是那么疯狂的压制 那么狂暴的压制 哇 让大黑这一次掉了大半管的血 元气大伤 来看老黑应该是还可以抢救一下的 对 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 突然来一个生龙 预判对手成功 下半轻腿两次一个欧性啊 来看前前过去 继续狂压 跳飞你 像打到 啊 挡不住了 这个也是无解啊 因为这一个狼头 吊血量实在太多了 挡住也是吊血很多 下面来看下一局 在当年的话 还是都比较喜欢用小龙的 因为大龙反应太慢了 即便是伤害高 也没有什么用 反应慢 哎 前跑一下 轻腿欧性嘎 扣扣过来继续跳机 我们来看再来一个欧性嘎 哎 阿明打晕 完了 前前两次来一个生龙 没有结比杀 但是他已经没有血了 大家喜欢来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再见